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平良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好久啊没有给大家做这个军事类的这个节目了啊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要做一个军事类的节目 为什么这是一个军事重大的一个里程碑 什么事 美国引以为傲大吹特吹 在伊拉克战场上索向皮尼 在以色列在中东啊可以说之前索向皮尼的一款武器 M1啊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首次进入乌克兰战场 乌克兰乌军使用它在前线参加战斗 被俄罗斯FPV啊很普通的无人机直接给点杀了 就是那个无人机插打一体的啊也提供了画面 那坦克就在下面很庞大 啪扔下来一颗啊精确之导炸而战啊 扔下来砰 这这武器就他妈废了 其实呢最近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他也在这个中东战场上面也是啊 表现的非常糟糕 呃哈马斯被哈马斯的这个火箭筒啊 和这个哈马斯的无人机和这个翻坦克地雷啊 给给什么 给变成了大型的杀鸟啊 本来他是一个呃战场的一个碉堡嘛啊 坦克不就是碉堡移动式的碉堡嘛 对吧啊 现在他变成一个是一个杀鸟啊 那么M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背景啊 然后我再给给大家来讲讲啊 呃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投入使用的首量 埃布拉姆斯坦克被摧毁 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投入使用的首量 埃布拉姆斯坦克被摧毁 最近斯科人民共和国领导人 丹捷斯普希林的顾问 杨嘉对俄罗斯微信通讯社说 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投入作战的 第一辆埃布拉姆斯坦克在 阿夫杰耶夫卡地区被摧毁 加今告诉俄罗斯微信通讯社 我们军队报告了阿夫杰耶夫卡地区被摧毁的首量 埃布拉姆斯坦克 也许就是在阿夫杰耶夫卡被解放前 乌军在宣传视频中所展示的那样 当时坦克被保护 没有被推上战斗接触线 那么这个新闻我觉得很有必要来做 因为就再次证明了美国的武器 在面对像中俄这样的 拥有丰富武器库武器的这样的国家的时候 它显得就是没有任何的信张力 不像他们的美国大片一样的 打鸡肉 拿了两杆枪 就猛的要死 还有那个什么 以前那个美国变形金刚里面 还出现什么F35战斗机 很猛很屌 战斗红炸机 很牛逼 一直以来中国有很多的尾奴 把三角裤退在膝盖上 它很色情 三角裤也不脱完 就退在膝盖上 退一半 屁股撅起来 向美国顶礼模拌 就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宣传 特别到位 什么美国航空母舰 所向匹尼 美国的M1 爱卜拉姆斯 主战坦克 非常牛逼 在伊拉克战场 向前推进 龙鹿无人之境 然后他的什么军舰 阿里伯克级 纵斯顿反导系统 地势里一直放 在雷达弹那转 好像屌的要死 好像24小时 24秒 不是24 就是60秒钟 全时在这里待战 在这里转 战斗机都是非常牛逼 大象漫步 爱国者导弹 无敌的 这个末端拦截系统 什么萨德千端拦截系统 标枪三 中端拦截系统 这是那的 反正就一定是给的感觉 美国就是世界上 最牛逼的霸主般的存在 它就像一只 非常强悍的北极熊一样 它是没有任何破绽的 是陆地上最强悍的 食物链顶端当中的 石头动物的顶端 食物链的顶端的顶端 就好像美国是这样子 但是老兵说了 俄乌战争 以及被中国和俄罗斯指导过的 像这些伊朗 哈马斯这一些 对吧 他们 只要掌握了 如何对抗美国的这些 地面部队的这些武器 那基本上 我们就看到 连哈马斯都可以随意地将美国M1主战坦克打成杀壁 打成杀雕 原因是什么 就是它这个东西就吹壁吹太大了 我跟各位讲 美国的武器就像美国汽车一样的 他妈那个壁的问题多得不得了 他一定会给你造的很残次的 你那么耐用 那么耐操 那怎么赚保养费 怎么赚零件更改费 对吧 军工复合体不就这么玩的吗 波音不就是这么把自己给玩死的吗 对吧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还是在中国 东航这个谋杀世界 对吧 那么我们先不说这个 那都是题外话 我们就讲讲看 这个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为什么在乌克兰战场上 它是这么垃圾的一种存在 现在就是说 除了美国的F16战斗机 和它那些隐形战机 基本上它所有的武器 在俄乌战场 就用俄罗斯的话来讲 西方的武器质量非常垃圾 根本不像他们吹得那么大 爱国的导弹 在高超音速导弹目前 就是个傻逼 或者说在那种末端 机动变轨的 这种短程弹道导弹的面前 它也不算个傻 一般的巡航导弹 也能够把它给打爆掉 所以爱国者系统 这一套防空系统 现在就等于说 什么意思 在中国跟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 跟朝鲜 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面前 所有美国及其盟友 及其走卒的 它的防空 都是个灯 什么都不是 你就可以随意轰杀它 这个就是一个 那美国的电子作战系统 也一般般 也一般般 那么美国的M1主战坦克 被无人机随意的给虐杀 是不是意味着坦克 退出了战场的这个 这个这个主轴 那倒不是这样讲 为什么啊 现代战争 尤其是无人机作战 最值得参考的就是 两年前的这个 亚美尼亚打这个 跟阿塞拜疆这个亚阿 这个战争 纳卡战争 因为当时在 纳卡战争当中啊 我们看到了 阿塞拜疆用了 这个土耳其的 提B2无人机 那个无人机 就是巴基斯坦 给他提供的 中国无人机的这个技术 中国的彩虹无人机的这个技术 让他去什么 仿制出来的 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仿制品 一个赝品啊 他被阿塞拜疆给使用 都可以把这些 亚美尼亚遗留下的 这些苏联的这些老装备啊 打成筛子 然后他们直接就输掉战争了 因为你的装甲部队 你没你没办法 在无人机面前 你装甲部队就是傻逼 那么 从那场战争以后 中国就立马就在新疆 就进行了这个 野战防空系统的战术演练 就是我们把我们最牛逼什么 啊 异龙无人机了 像什么彩虹这些 还算一般性的这种无人机 给拿出来啊 我们来进行这个防空实验 那么我们开发出来了 叫做红旗17啊 这个低空啊 这个中低空防空系统的开发 就是野战防空系统开发 也就是说 坦克是很要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一点 当今世界陆军依然是主流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这个 就像美国去轰炸 延门胡塞武装 如果你的 还有这个以色列 他在加沙打了 打了这么久 打了像头屎一样的 就是他的陆军 铲不动 推不动 你陆军推不动 或者说 你美国的陆军 不敢去登陆的话 你光靠海空军的压制 是没有任何卵用的 你的战场 打扫战场 必须要靠陆军 推进上去的 所以说 像美国这种啊 他的这个 M1主战坦克 被打掉以后 他陆军怎么打扰 他都不知道了 陆军应该怎么去推进 他都不知道了 我们可以看到 乌克兰军队 说白了 乌克兰的军队 一直在败退 乌克兰军队当中的指挥官 就是西方 北约的指挥官 从各级的 连排一级 就赢 连排到不一定 但赢一级的 团一级的 旅一级的 全是西方的指挥官 北约的指挥官 基本上很多是 从这个阿富汗战场 伊拉克战场上面 退下来的这些指挥官 在这里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北约的那些将军 就是今天不只是 北约的这个整体战术理念 这个战场战术理念 他们战略层面 我们就更不用去讲 战略层面根本就是一坨石 但是战术 战场战术理念是很落后的 为什么 现在你的一个魔化旅 现在你不是都讲究这个旅集吗 撤失 变成银群作战 对吧 失一级撤掉 团一级撤掉 变成银群作战 那么现在你的这个摩托化旅 或者说是一个轻型的装甲营 你在这个部队里面 你的地面部队 你必须要有眼级野战防空 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 一五式主战坦克 或者说咱们是99A型主战坦克 你在推进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红旗石漆的 还有这个叫什么 红旗石反坦克导弹 对吧 这个反坦克导弹也是有的 比如说你对对方 他有坦克 不是说坦克打坦克 是用这种反坦克导弹 履带式的机动式的 反坦克导弹去打的 或者是轮式的 看不同的战场环境去适应它 那么还要你要有低空防空系统 就是防止这些无人机的 你这个它上面可以打这个机枪 对吧 就是我们讲这种高手炮嘛 然后还可以打这种导弹 打上去的 这种小型的 轻型的这种导弹 去拦截这些无人机 对吧 还要什么 现在的部队 你一个部队啊 你还要配合着电子作战车辆 进行这个打仗的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一个魔化驴当中 还要有他妈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叫做 这个这种 雷达通讯系统 都要有的 那么现在就是说你要去打仗 如果说我们在跟乌克兰打 对吧 你这个M1这个坦克 你必须要有野战防空系统 俄罗斯叫道尔和铠甲两款 啊 履带式的这种 这种这种近战防空系统 对吧 你你今天乌克兰 北约没有给乌克兰提供任何的 就是油也是很少量的 它不是说主流的 啊 它没有 几乎它是没有这个野战防空系统的 也没有野战的电子作战系统 为什么 现在的坦克装甲车 包括现在的这些啊 这个我们叫做啊 火炮这些啊 榴楼弹炮的这种啊 以可疑中式的这种榴弹炮 你都是电子速控化操纵的 就是电脑操纵的 你你必须要有可以压制俄罗斯 这些装甲车的啊 这些啊 机械装甲部队的 这种电磁压制 我们怎么看到解放军搞军演 他经常会有 对吧 啊 电磁压制 或者说我的这个 远火的方队 我的电脑上面全都雪花了 敌人在对我们进行电磁压制 你还要培养说 你怎么样去反电磁压制 你有防空导弹 我如何反反防空系统 这个东西都要有啊 你光一辆吹一个BM1主战坦克 你你你过来有啥用啊 你不就战场上去 不是火靶子吗 急速炸弹都能把你干死 你别说乌龄机了啊 你的坦克那么笨拙 你连你连你防空系统都都没有的 你去打个蹲的仗啊 所以说通过俄欧战争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式装备啊 西方的装备在这里 那美国的装备都被打成这样 什么瑞典什么瑞士 什么德国法国生产的武器 在这里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他的单兵作战系统也是不堪一击的 而且 可以看得出来 西方他的这个陆军作战这个理念 也是很落后的啊 武器的这个搭配啊 装备的这个搭配 也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说他这个仗就能打得过俄罗斯吗 没有 俄罗斯他不停的在这里 更换不同的军区 什么远东军区的也也拉过来 在这里来训练 他很成熟的在训练这一套啊 实战经验啊 地面部队该如何配合啊 轻步兵怎么打啊 重装部队该怎么打啊 这个空突部队怎么打 特种部队怎么打啊 单兵的步兵怎么打 炮兵怎么配合啊 战机怎么打 现代化武器怎么打 他都在积累经验 为了跟你北约 包括大规模武装冲突 做了准备的啊 所以说你北约你搞再多人 你要是没有新的一种理念 而是说你的这些北约的军官 都是一些富二代官二代啊 或者说一些裙带关系 只会他妈看文件的 你去打个鸡巴毛的仗啊 你根本就打不了仗了 所以说这个 M1这个坦克被干掉 这么轻松的被干掉啊 这就相当于什么 这就相当于你他妈 被泰森跟他妈的帕奎尔去打 你泰森被帕奎尔给他妈干掉了 他帕奎尔什么轻量级的 你他妈是重量级的 你在他面前一下子就 甚至更小 跟他妈神量级的上来 雨量级神量级的上来 都把你给他妈干爆掉 就今天你泰森对待这个 跟周世民打 就都被周世民给打趴了 就是这么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说 你有野战防空系统 你有野战电磁压制系统 电子作战系统 那是不一样的啊 那他妈的一个软杀伤 无人机就掉下来了 无人机最怕这个软杀伤 和硬杀伤 硬杀伤软杀伤都要有啊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他妈的 你的魔化部队 是没有办法打仗的 在当今这个时代 没有办法打仗的 所以你美国就别再吹你 你那些什么M1坦克 牛逼的要死 埃布拉姆斯坦克 主战坦克 怎么怎么牛逼 这个坦克他妈的 那个逼是世界上最屌的 什么台湾他妈的 也在买什么M1主战坦克 你那个坦克 你什么云豹 什么云豹 什么M1 你在解放军无人机面前 你就别说 出动攻击11了 什么无震霸 攻击11这种隐形的了 你他妈就普通的一个彩虹 都把你打成筛子了 民用的都把你打成筛子 少他妈装逼的 他妈在台湾还叫什么 叫滨海决胜 泰岸 泰岸决胜 劝你妈妈逼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